中国出手了。4月13日,一则国际新闻引起了全球轰动。中国对美国共和党议员麦考尔,发出了强烈指控,并已干涉我国内政,企图分裂中国,以及就台湾问题发表不正言论等罪名,对其发起制裁。 明眼人都能看出,中国这一举措,不仅仅是为了是对它本人进行制裁,更是为了当着国际的面,反击美国,堂堂正正地打美国的脸。毕竟打狗还要看主人。 中国的此举意义太过明显。近几年来,随着台湾问题的不断加剧,中美之间一直处于半冲突状态。中国一直把重心放在了台湾上,与美国尽量采用和平相处的政策。 但美国却不知收敛,一而再再而三地救台湾问题,在国际中发布不正当言论,三番五次地挑战着中国的底线,甚至还公然派出麦考尔与蔡英文进行会面。 这严重触犯了中国的原则。这场机缘已久的紧张气氛一再加剧,如今已达到了顶峰。 更可气的是,中国的退让丝毫没有换来美国的尊重,反而得到的是美国的一次又一次的恶意制裁。 美国不断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和科技打压,试图将中国梦希望扼杀在摇篮之中,其心可诛。 在国际中,中国也一再声明,从不会干涉他国内政,更不会允许别国干涉我国内政。 但美国却丝毫不把中国放在眼里,借着世界警察的名义霸道至极。 几次触犯中国的合法权益,还企图分裂中国,派出大量间谍恶意重伤中国。 可以说美国的所作所为人神共愤。 中国已经隐忍了太久。 俗话说得好,不是不报,时候未到。 中国该出手时就出手。 以最快的速度,打了美国的脸。 你既然敢来,我就敢制裁。 大家不要忘了,就在前几天中国突然亮剑,对美国芯片巨头美国实施安全调查,打响了反击美国芯片第一枪。 与此同时,从进出口贸易到实现中东大和解。 从台湾问题到提出外资关税制度。 中国在用实际行动,一步步瓦解美国的势力。 在中国的努力下,如今的美国已到达了焦头烂额的地步。 世界各国也在中国的带领下,看清了美国的丑恶面目。 他们高举去美元化的大旗,逐渐接受了人民币国际化,将中国与美国的地位悄悄调换。 国际政局变换莫测,悄无声息之间。 美国这所屹立在云顶之端高楼大厦即将倒塌。 世界漩涡也在渐渐发生转变。 对于麦卡尔本人,中国更是快刀斩乱麻,立刻冻结了他的所有财产,并一再声明,禁止他进入中国大陆。 让他哪来的滚哪去,中国不惯着你。 这一系列操作,直接让美国看傻眼了。 要知道美国自持国力强大,在国际中一向霸道,从来是说一不二。 别的国家在面对他时,永远是忍气吞声,低声下气。 中国赤裸裸这样强有力的回应,还是独一份。 真是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 横空一记宝剑出,阎罗台下斩恶龙。 中国的此举此行,不止在国内引起了一片欢呼声。 更在国际中赢得了不少的喝彩。 毕竟近几年来,美国可谓是恶事坐进,掠夺叙利亚的石油资源。 无情轰炸阿富汗的老弱妇孺,恶意重伤别国。 一次又一次的美元加息,插手他国内政。 失踪罪,罪罪当诸。 他国如何不惧怕? 如何不反抗? 现在的美国,已成为众矢之地。 英国轮回,报应不爽。 美国落到如今的地步,也是他就游自取。 值得注意的是,当下美方还在对中国主动求和。 近段时间以来,美国政府多次表态或者放出消息。 表示想推动财长耶伦、商务部长雷蒙多。 还有国务卿布林肯等部长及官员访华。 在三月底,美国政府有着印太沙谎之称的。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,印太高级协调员坎贝尔,也表示。 当下中美关系仍然没有类似护兰的保障措施。 强调拜登政府想要对迅速恶化的中美关系。 提供支撑的努力尚未取得成功。 综合这些内容来看,我们不难发现。 当下,美国是很迫切地希望能够和中方展开对话的。 理由也不复杂,首先美国国内问题太大了。 美国政府债务抵达上线是一月的事情。 到现在也没听到有解决的消息。 此前因硅谷银行倒闭。 给全美银行造成的危机也时刻潜伏着。 再加上美国近年持续的通胀,越来越体现出滞胀的倾向。 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,曾经发生过一次长达13年的滞胀,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。 美国不敢再重演一次滞胀。 毕竟上一次滞胀时,美国核心竞争力还没有流失。 现在却是今非昔比,一旦在陷入滞胀。 美国势必更快被中国超越。 再者因为美国战略冒进的缘故。 当下美国过度搅局中国东南沿海局势,导致美国和中国之间战略上的分歧,存在加剧的可能。 甚至稍有不慎,或将会擦枪走火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美国急于和中方对话。 首先是想从中国捞点好处。 再者是想和中国建立护栏。 确保自己的行为不会引发严重后果。 有这样的考量倒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。 毕竟,谁都不会想和中国这样的强国爆发正面冲突。 又有谁不想借着中国高速发展的机会分一杯羹。 但是问题在于美国有这个想法,但是又不愿意让步。 以中美两国当下的关系来讲,想要寻求合作,建立护栏。 就要先淡化,弱化分歧。 而这一点就需要中美双方寻求让步。 甚至于考虑到中美之间的分歧。 本质上是因为美国持续对华施压才引起的。 所以美国让步,放弃打压中国。 中美之间的关系,自然会朝着比较理想的方向发展。 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。 美国自己根本一步都不打算让。 比如近期美国围绕中国东南沿海局势。 制造了一系列事态,本次中方决定制裁美官员。 也是因为美方欺人太甚而引起的。 此外在贸易层面,美国针对中国的封锁和打压。 一点也没有减轻,甚至还有加剧的趋势。 比如此前美国拜登政府就又制造借口。 接连拉黑了多达28家中企。 很明显美国自己一步都不想让。 这样一来中美要建立护栏,重新合作。 就需要中国让步。 那么恐怕大家都想问一句,凭什么? 中美关系在近年来,一直是中方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。 如今美国日子难过了,还要中国让步。 为美国寻求解决之道,这与抢劫合意。 所以当下美国确实表现得好像在主动求和。 但是这个求和,是需要打引号的,与其说是求和。 不如说是美国试图强迫中国对自己低头。 中方固然爱好和平,也希望能够和美国和睦相处。 但并不代表为了实现这点,就要放弃自己的核心利益。 所以面对美国的主动求和,我们要不要答应。 这个问题只有一套标准。 如果美国自己主动让步,那么自然最好,中美重归和睦。 如果美国仍然不肯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,那么中方也必将坚守一步不退的立场。 无论美国如何威逼利诱。 regret. 一下子束写的 先让步 先让步